全文故事订婚宴上 我高中时写给宋之言的情书被人当众朗读 念他的人是宋之言心中的白月光 他看我的眼神里写满了挑衅 仿佛在说 只有我不要的男人 你才配见 我被他羞辱 在我身旁的宋之言却沉默着 欲言又止 一瞬间我忽然想起很久以前 我撒着焦问他 之言 我是不是你最爱的人 他的语气很温柔 却避开了我的眼神 傻瓜 不是你还能是谁啊 胃里一阵翻江倒海 我死死地咬着唇 维持着最后的体面 原来 在他心底的人从来都不是我 而是他呀 零妖念 接着念啊 我笑了起来 一下又一下地鼓起了掌 尽管心痛如脚 但我面上却不肯表露分毫 我忽然想起 今天一早 宋之言告诉我 订婚宴要临时邀请一个人 那时他眼神闪躲 我还觉得莫名其妙 直到亲眼看着 他将宁威领镜作席 我才明白 对我而言 无比珍贵的订婚宴 在他们眼中 不过是个笑话 我记得这些信 是我写给宋之言的 我笑盈盈地说 怎么会在宁大小姐的手上 莫非宁大小姐 是知三当三 知三当三这四个字 被我咬得格外地重 话音落下 所有人都静了声 要知道 宁威的父亲 可是本是首屈一指的富商 他从小众心捧月 呼风唤雨 被捧得像的小公主 哪有人敢得罪他 宁威的脸色变了变 他原本只想羞辱我一番 以为我会忍气吞声 可我竟然敢出言讽刺 我只是好奇 知言就给我看了 莫非写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 他仍是一副盛气凌人的模样 还主动把话引到了宋之言身上 大概是料定了宋之言会为他撑腰 我看向宋之言果然下一秒 他试图扯我的手臂 别闹了 他就是开个玩笑 我望着他 心里涌上一股深深的失望 这就是和我在一起八年的人 我居然要和他走进婚姻 他是不是觉得 订婚以后 我就会被他吃得死死的 所以现在 干脆连装都懒得装了 我猛地挥开了他 面上却笑得云淡风轻 没什么见不得人的 所以我让宁大小姐接着念嘛 记得要生情并茂 最好还能解释下 我所写诗剧中的典故 哦 对了 我像是恍然大悟地一拍手 宁大小姐 只在我这桌面 其他桌估计听不到吧 要不要我去给你买个喇叭 好让你现场朗诵啊 林二豪 我去买 一道清亮的女声忽然响起 她似乎也憋了半天的火 现在终于找到了一个发泄口 我看向声音的来源 是我高中时最好的闺蜜同样 她高高举起了手 仿佛上课时 回答老师问题的积极分子 她那一份填膺的表情 让我有些忍俊不惊 好笑之余 鼻子也有点酸酸的 我还没来得及说话 同样已经蹭得一下站了起来 冲了出去 不到一会儿 就抓着个大喇叭跑了回来 身后还跟着个气急败坏的婚庆主持人 估计是隔壁也在摆酒宴 她把主持人的喇叭抢了 真不愧是我的好姐妹 宁小姐 喇叭来了 开始吧 大伙都等着你施朗诵呢 全场鸦雀无声 我做出一个请的手势 宁薇被我俩气的脸色涨红 一言不发 如果不是碍于脸面 我估计 她下一秒就要破口大骂 我离开座位 一步步逼近了她 大概是因为我的眼神太过凶狠 宁薇竟然后退了半步 宋志言以为 我要对宁薇不利 也皱着眉站起来 挡在了宁薇的面前 你闹够了没有 是想让所有人都看笑话吗 我一愣 险些被她气笑了 笑话 看谁的笑话 这里最大的笑话 不就站在我面前吗 下一秒 我摘下手上的戒指 越过宋志言 将她狠狠地扔在了宁薇的脸上 喜欢她吗 那就和她一起滚吧 宁薇立刻尖叫起来 就好像打中她的不是戒指 而是手榴弹似的 但很快 她的尖叫戛然而止 因为我又给了宋志言 一记清脆响亮的巴掌 宋志言 我浪费了八年的时间 但从今以后 我不会在你身上 耽误一秒钟 林三走出大厅的那一刻 我感到一阵前所未有的畅快 我站在路边等车 同样在旁边 替我打抱不平 她原本想陪我回去 但却突然接到她妈的电话 喊她去相亲 她只好气急败坏地 打了辆车离开 临走之前 她担忧地问我 要不要告诉叔叔阿姨 她口中的叔叔阿姨 就是我的爸妈 我浅笑着摇了摇头 我父母在我幼年时就离婚了 而且组建了各自的家庭 所以今天的订婚宴 我甚至没有通知他们 同样离开了 司机还没有来 那条路上貌似出了点事故 堵车很严重 我索性取消了订单 想着随便走走 但没走几步 耳边就传来了鸣笛声 一辆车在我身边停下 车窗缓缓下降 我对上了一双 充满探究的桃花眼 男人骨相极美 下颌如冷狱般精致 双眼微微眯起 像只慵懒高贵的猫 我不认识她 却总觉得有些眼熟 想了半天才想起 刚刚宁威的身侧 还坐着一个男人 不会是她的护花使者 来替她报仇的吧 大概是我脸上的表情变幻莫测 让她觉得很有趣 她笑得眉眼弯弯 有种少年气 燕燕要回家吗 我送你吧 零四我没想到 宁威的弟弟宁玉 居然倒戈了她的清简 但无所谓 只要是能够 气死宁威的方法 我都不会放过 我大大咧咧地坐上了车 真好 又省了一笔打车钱 但坐上去的那一刻 又觉得有点不对劲 我照没看她 你叫我什么 她抿了抿唇 语气泄露出一丝轻微的紧张 燕燕 弟弟 我轻笑了一声 我跟宁威差不多大 你好歹 也叫我一声姐姐吧 这人叫得我心里发毛 什么燕燕 搞得好像我们俩很熟一样 我忍不住抖了抖身上的鸡皮疙瘩 宁玉的眼神 似乎黯淡了一瞬 她低声说 你都不记得了 记得什么 但还没等我问 宁玉就已经转移了话题 你难道不想知道 我为什么要帮你吗 我一正 确实想不通 为什么 宁玉半晌没说话 但她一开口 就让我差点吐血 因为 我喜欢宁燕姐姐 呸 你骗谁呢 我立刻顶回去 没记错的话 我和她今天是第一次见面吧 她似乎是觉得逗我很有意思 笑得双肩微颤 眉眼弯弯 好看得有些过分 等她笑得差不多了 她才慢吞吞说 我跟宁玉并不是亲姐弟 啊 见我一脸不幸 她解释道 我们俩同父一母 我一瞬间了然 但凡是富豪 在外面都玩得挺花 宁玉的爸爸 估计也不例外 看她这样子 估计不是正出 我同情地看了她一眼 所以 你想利用我来报复宁玉 这是我能想到的最合理的解释 宁玉一愣 表情忽然变得有点郁闷 才不是呢 那是什么 我刚刚说了 是因为 停 打住 我立刻打断了她说的话 脸色也冷了几分 我情愿你是想利用我 但别的 就算了吧 我刚刚才从深渊里爬上来 不想再冒掉下去的风险 车厢中重新陷入了沉默 凉酒以后 我听见宁玉轻叹了一声 燕燕 零五定婚宴惨淡结束后 留下了一堆烂摊子 但无所谓 反正我也不在乎名声 这一切都与我无关了 之后几天 宋之言接二连三地给我打电话 甚至上门求我 但都被我拒之门外 这是我八年以来 少有的硬气时刻 一直以来 我为了宋之言忍气吞声 被人骂作舔狗 都已经听习惯了 所以她误以为 即使宁玉在订婚宴上开个玩笑 我也可以包容大度 一笑而过 可惜她不知道 那是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我从高一的时候就开始喜欢宋之言了 那时我还是班里的一个小透明 而她却是天之骄子般的人物 她是年级里出了名的理科学霸 常驻年级前三 包揽了校内外各种竞赛的奖项 老实以她为傲 同龄人望尘莫及 她还有一副清秀温柔的外表 举手投足温文尔雅 和那些猴子般的男生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很快就吸引了女生们的注意 当时的我也不例外 那是我第一次喜欢上一个男生 我不知道怎样去追喜欢的人 我的父母没有教过我 因为他们的感情也失败了 但我认定了 喜欢一个人就要毫无保留地对她好 但当我真的这么去做了的时候 我却成了他们口中一文不值的舔狗 我给宋之言买早餐 替她打水 帮她复印资料 甚至帮她削好了文具盒里所有的铅笔 她去饭堂打饭时不用排队 因为我会替她排 她吃完饭以后不用洗碗 因为我会替她洗 甚至她不想洗的脏衣服也可以丢给我 即使那个时候 我们并没有确立关系 大概没有一个喜欢宋之言的女生 能做到像我这样 因此 我也成了其他人眼中的异类 一个让人无法忽视的神经病 只有同样仍然把我当成好朋友 她总是恨铁不成钢地劝我 宇燕为了一个男生 你至于吗 对别人好之前 你能不能先考虑一下自己 可我总是认真的对她说 可是 我喜欢她 我只是想让她也喜欢我 同样劝不动我 只能叹气 宇燕 喜欢一个人 是强求不来的 但我不在乎结局 也不在乎别人怎么想 我坚持给她写一封又一封的情书 用诚挚的言语表达 我对她的喜欢 可是某一天 我却发现 一群男生聚在她的桌前 手里似乎拿着什么东西在看 他们一看到我经过 就发出了哄堂大笑 那一瞬间 我觉得自己 就像是一条被扒光了皮的狗 被活生生 吊在他们面前赏玩 06可我依然对宋之言心怀期待 至少宋之言 从来没有把那些情书退还给我 在别人嘲笑我的时候 会一本正经的阻止 这是我唯一的心理安慰 但有一天放学后 宋之言神秘兮兮的把我拦住了 你那么喜欢我 不如陪我去个地方 我心中一阵惊喜 在名为喜欢的滤镜下 我没能看清他嘴角恶劣的笑容 他把我带进了一个廉价的宾馆里 强硬地破开了我的身子 他的动作并不温柔 我却在剧痛之中欺骗自己 看 他是喜欢我的 不然怎么会对我做这种事 当时的宋之言 毕竟是个孩子 况且 他也害怕我到处乱说 导致他的形象受损 因此从那以后 我默认成为了他的女朋友 周围的人都觉得不可思议 他们没想到 我竟然真的追到了宋之言 他们根本不知道 这背后的原因 渐渐地 宋之言也习惯了我的存在 甚至开始依赖我 有时候 他也会温柔地抚摸我的头 把我拥在怀里 絮絮叨叨地对我说情话 我一度满足于这样的生活 甚至觉得 就这样过一辈子 也挺好的 八年的时间 转瞬即逝 宋之言的大学 考得比我好 我们度过了四年的异地 异地的时候 他总是推托自己很忙 没空来看我 因此 每次都是我坐三四个小时的车 去他的大学看他 那段时间 我明显感觉 他对我的兴趣减少了 也不再碰我 可因为我对他太好了 他寻不到我的错处 无法提分手 他只能对我各种冷暴力 玩消失 希望我可以主动离开他 但他不知道 无论他对我做什么 我都可以忍耐 无事 我唯一的底线是 他绝不可以背叛我 07我收回了思绪 用吸管轻轻 搅了搅眼前的柠檬水 冰块碰撞的声音很清脆 我恍惚地想 宋之言还真是绕了 好大的一个弯子 他应该早点让我知道 宁威的存在 这样我就会毫不犹豫地 离开他了 他是因为不想让宁威 被骂成第三者 才没告诉我的吗 可真是在乎他呢 我喝了一口柠檬水 冰凉的液体 顺着喉咙流进胃里 有种刺痛的感觉 我不允许背叛 是因为我的家庭 就是在父亲的背叛下 才分崩离析 因此 我平生最恨的就是不忠 可我不懂 宋之言既然那么喜欢宁威 为什么又要和我订婚 是把我当备胎吗 不过现在 答案已经不重要了 手机忽然震了震 我收到了宁威的消息 燕燕 你在哪呢 我找不到你 我撇了撇嘴 这人还是改不了口 懒得纠正他 我简短地回复 进门左手边 第五排桌子 片刻后 宁威就出现在了我的面前 手里还捧着两杯热乎乎的奶茶 见到我在喝冰柠檬水 他皱了皱眉 把那杯冰水移到了一边 坐在我身边 天气这么冷 还喝冰的 我瞥他一眼 懒洋洋地说 你有什么资格管我 他被我噎住 但下一秒 他就把我刚刚咬过的吸管含住 顺便吸了一口柠檬水 现在还喝吗 他看我的眼神 颇有几分挑衅和细血 流氓 我伸手想揍他 却被他一把握住了手腕 下一秒 他的手指 如同藤腕般缠了上来 与我食指向扣 任凭我怎样挣扎 都挣脱不开 好了好了 乖一点 我们等好戏开场 朦胧的灯光下 他的笑容仿佛有着致命的诱惑 08是的 今天我和宁玉聚在酒吧 是别有目的的 按他的话来说 就是要帮我气一气宋之言和宁威 顺便拍下他们俩乱搞的画面 让他们人设崩塌 声明扫地 偷拍他们的照片 我能理解 但气一气 是怎么个气法 当我问宁玉这个问题时 他的耳根 一下子红透了 伴赏他才语无伦次地说 我们俩 可以假装地亲密一点 当然 也不用太过火 如果你不想的话 我一正 随后似笑非笑地望着他 你小子还愿意为了我牺牲色相 只是演戏而已 你不要误会了 宁玉别过头 颇有种此地 无银三百两的架势 我也不拆穿他 笑盈盈的硬网 反正只是演戏 又不付出真心 有什么关系 宁玉大概也是这么想的吧 这个酒吧 是宋之言和宁威平时秘密约会的地点之一 我一直都不知道 宁玉让他家的司机偷偷跟踪了宁威几次才发现的 据说今晚他们会过来这边约会 同样也被我喊来了 一听是去抓奸 他立马两眼放光 表示拍摄的任务由他承包了 现在他就坐在另一个隐蔽的位置 和我一起守株待兔 我看着在舞池里蹦迪 拥吻的男男女女 心中不由地感叹 宋之言这小子玩得还挺花 没过多久 酒吧门口出现了熟悉的身影 先是宁威 他竟然来得比宋之言更早 他站在门口 样子有些烦躁 似乎是在等待宋之言 几分钟后 宋之言终于出现了 我十多天没见到他 原以为他现在春风得意 毕竟他甩掉了我这个八年的累赘 没想到 他竟然胡子拉叉 眼里也失去了光彩 我挑了挑眉 难道是被白月光拒绝了 不可能啊 牵着我的那只手 忽然收紧了几分 我转过头 才发现 宁威一直在盯着我看 不知是不是错觉 我竟从他的眼中 看出了几分度议 灵九会怀念他吗 他凑近我 如同真正的恋人一样 在我耳边滴雨 余光瞥见宋之言 似乎看向了这边 我腾出一只手 攀上了宁玉的脖梗 怎么会呢 我现在有了你啊 我笑得没心没肺 宁玉直勾勾地盯着我 眼神炽热而专注 像是要灼伤我的灵魂 我有些不敢与他对视 刚想观察一下 宋之言和宁威 有没有走过来 要不然 这戏就白眼了 可宁玉却猛地 把我揽进了怀里 我忍不住伸手掐他大腿 却听到他低声说 戏眼逼真点 他们过来了 我在他怀里嘟囔 那你总得给我 露脸的机会吧 话音落下 他这才微微松开了我 我刚从他怀里探出头 就听见宋之言试探性的声音 燕 我的手臂 仍然缠在宁玉的脖梗上 听见声音 我慢条斯理地扭过头 与宋之言对视 在他不可置信的目光下 我亲吻了一下宁玉的额头 搂在我腰间的手臂 又收紧了几分 胸口的心跳如雷 不知是我的 还是宁玉的 你 你们两个 宁玉显然也注意到了我们 他瞪大了双眼 颤抖着伸出手 指着我和宁玉 宋之言眼中的震惊 逐渐转变为愤怒 他慢慢捏紧了身侧的拳头 阴阳怪气地说 真是巧啊 想不到你这么快 就勾搭上了别人 男未婚女未嫁 我和我喜欢的人亲热 关你屁事 我轻蔑地望了他一眼 尤其强调了 男未婚女未嫁这几个字 宋之言的脸色 一下子白了白 喜欢的人 你的喜欢 可真是来得快 去得快 宋之言咬牙切齿的 望着我的眼神中 出了极度 竟然还有痛楚 你有什么资格说我 见他难受 我笑得愉悦至极 宋之言 你我既然能在这种地方遇到 就别五十不孝百步了吧 我不在乎 你要做什么 所以 你也别来管我 宋之言死死地盯着我 眼眶有些发红 他似乎还想说些什么 却被一旁的宁威拉住 宁威盯着我的眼神很复杂 但我和宋之言分开 对他来说 自然是好事 他可不想节外生枝 他又瞪了宁玉一眼 就抱着宋之言手臂撒娇道 之言你们都分手了 就好聚好散吧 没必要跟他拉扯 宋之言不甘不愿地跟他走了 两人选了个位置坐下 但不知道宋之言是怎么想的 他那个位置只要稍一抬头 就能看到我这边 宁威则被座位挡住了 感受到宋之言如影随形的丁氏 我起了恶劣的心思 既然他要看 就让他看点猛的 我转过身子 背对着宋之言的方向 下一秒 跨坐在了宁玉的腿上 低头 与他额头相抵 呼吸缠绵 要不要晚点大的 石宁玉一出一声低音 猴杰也无意识地动了动 他仰视着我 望着我的眼神仿佛可以拉死 一寸寸将我的灵魂裹紧 他低声说 燕燕想做什么都可以 只要你喜欢 你就不怕我假戏真做 我唇角微高 故意逗他 他目光灼灼地望着我 我被他看得心间一颤 求之不得 我叹息一声 轻轻地吻上了他的唇 他的唇温润微凉 舌尖有一丝丝清甜 让人忍不住想 索取更多 身体逐渐变热 像是要燃烧起来 他缠绕过来 化被动为主动 我被他吻得难以呼吸 想停下片刻 他却不容我躲避 再次捉住了我 当他终于肯放过我的时候 我几乎瘫软在了他的怀里 燕燕还好吗 他的嗓音有些阴雅 像是在忍耐着什么 迷离的灯光下 他眼神中的爱恋 浓得快要一出 我忽然有种奇怪的感觉 仿佛我们并非初识 而是久别重逢 我无意识地在他怀里动了动 却不小心蹭到了一个 不可言说的部位 我们俩顿时都僵住了 抱 抱歉 我尴尬地直起身子 从他身上翻转回来 他轻咳了两声 耳朵更红透了 我正琢磨着 说些什么 缓解下气氛 余光却撇到 宋之言铁青着脸站了起来 他似乎在跟宁威吵架 而且还在瞪着我这边 不知为何 弃宋之言的目的虽然达到了 我却忽然觉得很无趣 为了弃宋之言而演戏 未免也太看得起他了 望着旁边这个姓张力满满的小奶狗 我突然只想假戏真做 正当我思考下一步时 手机忽然震了震 同样发消息过来了 牛逼 他们俩居然吵起来了 宇燕 你是不是下了一剂猛药啊 隔着屏幕我都能想象出 他那幸灾乐祸的笑容 也没什么 当面绿了他而已 我勾着唇角回复 果不其然 立刻收到了 同样笑得肚子痛的表情包 我问 样样 现在怎么办 他们吵架了 还能偷拍吗 没事 我就不信 这架能吵一晚上 我在这盯着呢 放心 同样大大咧咧地回复我 我想了想也是 宁威毕竟是宋之言的白月光 她应该不会真生她的气吧 这时 手机又震了震 还是同样的消息 宇燕 你和那位 今晚打算怎么办 末尾还附带了一个奸笑的表情 我一带 故意装傻 什么怎么办 我先把她送回去吧 毕竟人家帮了我的忙 同样似乎不太满意这个回答 连续给我发了好几个奸笑的表情包 我有些心虚 转移话题搪塞了过去 十一出了酒吧 一阵冷风刮得我一个机灵 但下一刻 我就被拥进了一个温暖的怀抱 是宁威 她戴了件米白色的厚大衣 刚才在酒吧的时候脱下了 此刻她用大衣把我裹住 自己的肩膀却在寒风中 没事 我忍忍就到家了 你自己穿吧 宁威沉默着 只是执拗地抱着我 我无奈地说 你这样抱着我 咱俩还怎么走路 我和她这姿势 就像个连体音儿似的 我给司机发个消息 她会来接我们 站着不动就好了 宁威淡淡解释 我一愣 差点忘了 宁威也是宁家的人 自然有专车接送 是我犯傻了 我还想着 要送你回去 没想到根本用不着 我业余她 宁威却似乎误会了我的意思 燕燕想送我回去 那我让司机不用来了 啊 我傻眼了 宁威直勾勾地望着我 眼睛亮晶晶的 一瞬间 我差点患事出了一只摇着尾巴 对主人的抚摸 巧手以盼的小奶狗 这一下司机真的不来了 于是我只好硬着头皮 兑现沉默 宁威把她的大衣给了我 倒是没那么冷了 但她的鼻尖 却被冻得有些泛红 你这样不会感冒吧 我有些不放心地望着她 宁威笑着摇摇头 我想把大衣还给她 可她坚持不肯 她说 燕燕暖和了 我就暖和 花音落下 我的心没来由的遗产 我没想到 宁威住的地方 竟然是一间普通的公寓 和我住的地方离得不远 就隔一条马路 你一个人住这里吗 我有些惊讶 嗯 我自己搬出来了 宁威低声说 不想和她们待在一起 我心中了然 她身份尴尬 想必也不方便住在宁家 把她送到了家门口 我就准备回去 可我刚迈出一步 她突然从身后 将我紧紧抱住 那力道 像是要把我融入骨血 心脏狂跳起来 像是有一团火 在胸中燃烧 如果置之不理 必将燎原 燕燕 我好想你 她把头埋在我肩上 微硬的发尾 擦着我的脖梗 有种撩人的痒 我知道 今晚我是走不了了 十二月色 比以往温柔得多 透过她房间的窗户 落在我们缠绕的躯体上 她不知燕足地向我索取 仿佛压抑已久的情谊 终于有了出口 她一边喘息着摸索 一边喃喃着我的名字 燕燕 燕燕 我只能用破碎的低音 回应着她 在她霸道的冲撞下 几乎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 一直折腾到了后半夜 她才终于肯放过我 我累得只想倒头就睡 她却仿佛不知疲倦 我困得睁不开眼的时候 她还在凑过来闻我 不怕死地撩拨 我一个恶狠狠翻身 压住她 又把她吃干抹尽了一遍 迟到天都快亮了 她才终于满足 搂着我的腰沉沉睡去 当我醒来时 大脑荡机了好久 才明白 昨夜发生了什么 一些让人喷笔血的片段 在脑海里闪现 我掀开被子 望着几乎不满全身的吻痕 陷入了迷之沉默 身边的人已经不在 但我闻到了饭菜的香味 洗漱完毕后 我走出房间 看见厨房里围着围裙的宁玉 她正在煮面 样子很娴熟 她的心情似乎很不错 嘴角至始至终 都是上扬的 看到我 她展开一个灿烂的笑容 醒了 一想到昨晚发生的事 我的脸就红得低血 我默默走到饭桌前坐下 试图厘清局面 她把热腾腾的排骨面 端上了桌 上面还盖着个 外酥里嫩的荷包蛋 香气扑鼻 没想到她手艺还不错 家里剩的食材不多 不知道燕燕喜不喜欢 她望着我 试探的眼神中 藏着一抹无颜的温柔 我小鸡灼米般地点头 有人做饭给我吃 就不错了 哪里还会挑三拣四 你不吃吗 见她只端上了一碗面 我有些诧异 她摇了摇头 我把昨天剩的面包吃了 现在不饿 我歪头盯了她一会儿 片刻后 夹起了碗里的荷包蛋 喂给她 啊 张嘴 她失笑 略略躲避 燕燕吃吧 我真的不饿 让你吃你就吃 我不容置疑地说 宁玉乖乖地张开了嘴 咬了一小口荷包蛋 又把她推到我面前 该捕身子的是燕燕 她这话听起来意味深长 我看见她嘴角的淡淡笑意 突然又回忆起了昨夜 我默默把荷包蛋放回碗里 准备解释一番 嗨 昨晚的事 只是一场意 燕燕 宁玉却忽然打断了我 望着我的眼神微微恳求 像只担心被主人抛弃的小狗 你不会离开我的 对吧 十三我被她问得一将 刚想说 昨晚不过是荷尔蒙爆发的缘故 双方你请我愿 我也不需要她来负责 没想到她竟然反过来求我 你在说什么啊 我甘笑了两声 一边装傻 一边心慌意乱地低头吃面 但宁玉却不肯 听我模棱两可地回答 她慢慢逼近我 轻咬着我的耳朵说 燕燕是忘了昨晚的事吗 要不要我们 再复习一下 我后背一阵酥麻 仿佛触电了一般 我立刻伸手推她 和她拉开距离 昨晚的事情 只是一场意外 都是成年人了 这种事 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你就当 什么都没发生过吧 什么都没发生过 她的语气中 颇有几分咬牙切齿 不然呢 你还想要什么 我瞪着她 觉得她有些莫名其妙 被我这样盯着 宁玉一瞬间泄了气 雨气也软了下来 燕燕 我想要什么 你不是最清楚的吗 她的手臂 再次还上了我的腰 我忽然有些不忍心 推开她 甚至有些贪恋 这样的温存 但不拒绝就意味着顺从 眼看着她又要我过来 我把手指按在了她的唇上 宁玉 算了吧 八年的感情遭受背叛后 我再也无法轻易去爱了 离开宁玉的住处后 没过多久 同样就打了电话过来 昨晚的进展顺利吗 她坏笑着 我嘴硬说 哪有什么进展 你那边呢 有拍到吗 同样神秘兮兮地说 我已经挂到表白墙上了 我们高中的公众号 有个表白墙 人气非常高 说是表白 其实什么大瓜都可以网上放 这是学生之间公开的秘密 只有校领导被蒙在鼓里 尽管我已经毕业了 还是可以看到上面的内容 我点开表白墙 一下子就看到了热度最高的匿名帖 标题是 人设崩塌 昔日学霸宋之言出轨富豪千金 狠心抛弃八年感情前女友 好家伙 同样这货不愧是做记者的 帖子里的时间线非常清晰 还有配图 从宁威在订婚宴上羞辱我 我当面反击 再到宋之言和宁威在酒吧私会 具体过程十分详细 下面大部分评论都站在我这边 痛骂宋之言和宁威 一些认识我的老同学刷到了以后 也发消息来关心我 从照片里 我还看到宋之言和宁威 昨晚最后去了酒店 忍不住心中冷笑 看吧 宋之言果然不会为了我和宁威吵架 这就是他的德行 虽然把他们俩挂在墙上 对他们构不成实际威胁 让他们射死一下也是好的 我拉黑了宋之言的所有联系方式 每天正常上下班跟个没事人一样 前不久接到一个陌生电话 接通后竟然是宁威的声音 他对我劈头盖脸的一顿骂 我立刻把他也拉黑了 世界顿时清静了不少 十四宁威这几天也没来找我 就在我以为他已经放下了的时候 某天晚上 门铃响了 那天正在下暴雨 我打开门 看到浑身湿透的他 吓了一跳 你干嘛 别跟我玩苦肉计啊 他咬着唇 脸色透着一股不正常的潮红 像是在发烧 他小声地辩驳 我没有 我只是出门一趟 网袋散了 我故意板着脸 那你干嘛不回自己家 宁威的眼神黯淡了下来 可我早就没有家了 看他这副委屈的样子 我没法再把他拒之门外 只好把他推进了浴室 浴室里响起了水声 而我在衣柜里翻找了半天 也没找到一件 适合他穿的衣服 没办法 宁娱只好围着浴巾走了出来 见我眼神飘忽 不敢看他裸露着的上半身 他忍不住调侃 艳艳在害羞 又不是没有看过 什么虎狼之词 我羞恼地瞪他一眼 他却正中下怀 笑得眼眸弯弯 但他毕竟淋了雨 受了风寒 我摸了摸他的额头 有点低烧 你把头发吹干了 就去睡觉吧 我正准备去拿吹风机 他却贴上了我的后背 胸膛的热度透过肌肤传来 连带着空气都热了几分 艳艳帮我吹头发 好不好 溜不过他撒娇的语气 我还是屈服了 他闭着眼睛 坐在沙发上 一副任我蹂躏的模样 我站在他身旁 帮他吹头发 他的头发打湿后 没那么硬了 摸起来很柔软顺滑 我低头 看着他微颤的眼睫 他似乎有些紧张 也对 男人的头 大概不是能随便摸的 为了缓解暧昧的气氛 我没话找话聊 你多大了 说起来 我还没问过他年纪 不会招惹了个学生吧 比你小两岁 他淡淡地说 我在心里算了一下 大学刚毕业 宁玉轻轻点头 那还好 等等 他怎么知道 我多大的 时务当我这样问他时 他笑了起来 我还知道 你生日快到了呢 我一正 心中顿时浮现了 无数种猜想 可是 我并不记得 我曾经见过他 说说 你是不是暗恋我 他的头发 已经差不多吹干了 我放下吹风机 捏住他的下巴 语气颇有些轻挑 他睁开眼睛 望着我的眼神 有几分痴迷 他喃喃着 艳艳觉得呢 我试探性地问 我们以前 见过吗 宁玉没有直接回答问题 他只是垂下眼睫 低声说 过几天 我带你去个地方吧 那天晚上 宁玉很安分 估计是生了病的缘故 他没再折腾我 只是非得抱着我才能入睡 他没有衣服可穿 我拿了衣柜里多余的床单 裹在他身上 再盖上一层被子 可即便如此 他和我之间 也只隔了一层薄薄的布料 我能清晰地感受到 他身体的变化 幸好是在黑暗中 他看不见我热得发烫的脸 我有一种奇怪的感觉 我和他的关系 正在往我不可控的方向发展 没过几天 宁玉来接我 走出家门时 他趁我不注意 牢牢地牵住了我的手 与我食指相扣 我心跳忽然漏了一耙 挣扎了几下也没挣脱 也就任他牵着了 罢了 比这更过分的事都做过了 还怕牵个手吗 宁玉喊了司机过来 车程有些长 大概开了一个多小时 渐渐地 窗外的景致变得有些熟悉 我惊讶地发现 这不就是我上小学时的路吗 难道宁玉是我的小学同学 不对 他比我小啊 我正胡思乱想着 车子已经停在了学校大门前 大概是提前跟保卫处打过招呼 宁玉牵着我 很轻松地走了进去 今天是周末 校园里格外安静 只有我和宁玉的脚步上 一直走到教学楼附近 周围都看不见人了的时候 宁玉才慢慢开口 其实我以前并不姓您 我一正 沉默着听她讲述一个久远的故事 我妈怀孕的时候 不知道我爸是有家事的人 等她知道真相后 我已经出生了 为了报复我爸的欺骗 她把我卖给了人贩子 然后一个人离开了这座城市 没人知道她去了哪里 后来 人贩子把我卖给了一个 很想要孩子的家庭 我的养父母 对我还不错 就像真正的父母那样 可惜那时我 已经有了记事能力 我清楚地知道 他们不是我的亲生父母 但我不忍心让他们失望 只能配合他们 扮演着一个阳光开朗的乖孩子 可在我心里 我觉得自己是个没用的 被抛弃的累赘 我表面上是个好学生 其实一放学就去找人打架 只是因为想发现 一开始我打不过 因为我很瘦 后来我拼命地吃东西 变成了个小胖子 就有力气了 我张了张嘴 回忆一瞬间翻涌而来 似乎知道我想起了什么 凝欲望着我的眼睛里 写满了温柔 燕燕 我以前不叫宁玉 我叫沈玉舟 十六第一次见到沈玉舟的时候 她还是个小胖端 她的胖是那种萌得可爱的胖 再加上她比我矮半的头 很像那种圆滚滚的小熊 那时她上四年级 我上六年级 本来嘛 作为小学里面 辈分最高的学生 我一向不屑于 和低年级的小屁孩打交道 这群小屁孩 也不敢招惹我们六年级的大哥大姐 但没想到 小屁孩中有个刺头 成天给六年级的孝爸们下战书 我自然不是小屁孩挑衅的对象 对于男生们的喊打喊杀 我一向懒得掺和 但其中一个被挑衅的孝爸 恰好在我们班 而且是我的后桌 那段时间一放学 孝爸就喊上他的小弟们应战 一群人像野猴子那样 滋挖乱叫 闹哄哄地走出教室 嚷嚷着这一次 一定要打负那个四年级的死肥老 我鄙夷地望着他们离开的身影 以大欺小也就算了 还以多欺少 嘖嘖嘖 但事实证明 是我低估了 这个小刺头的战斗力 某次放学后 我在教室里写作业 留得晚了点才走 回去的时候 天已经快黑了 我骑车回去 不小心绕错了路 我凭着记忆 想拐出巷子 却末地撞见 一群人在打架 我心里一惊 刚想开溜 就发现 这群人身上 穿着我们学校的校服 仔细一听 好像还有几个熟悉的声音 既然是熟人 那就没什么好怕的了 我大喊了一声 校爸的名字 果然 这群男生 齐刷刷地看过来 表情惊愕 淋雨宴 你多管什么闲事 校爸放下了挥拳的手 一脸无语地瞪着我 你们拦住姐的路了 姐要回家 我直指被他们挡住的路口 理直气壮地说 快滚快滚 赶紧过去 校爸不耐烦地摆了摆手 我推着车 从他们身边经过 余光却偷偷瞄了一眼 被他们围在中间的人 小胖蹲被揍得鼻青脸肿 眼神却依旧倔强 像有火焰燃烧 很明显 他还没有认输 他似乎也看到了我 与他对视的一瞬间 我心中没来由地泛起一阵联系 喂 你们一群人欺负一个小孩 不觉得丢人吗 时期我毫不畏惧地瞪着笑爸 他一下子火了 猛地推了我的肩膀一把 关你屁事啊 林宇燕 老子不打女人 你赶紧给我滚 我被推得一个亮枪 刚想对他破口大骂 刚刚还被打倒在地的小胖蹲 强撑着一跃而起 从背后勒住了笑爸的脖子 没人能想到 他还站得起来 笑爸被他勒得表情猙獰 用手肘去蒙顶他的小腹 小胖蹲疼得闷哼一声 却死活不松手 其他人也赶紧过来帮忙 这下没人顾得上我了 我看见小胖蹲 一口咬在笑爸的肩膀上 像只胸 很又绝望的小狼狗 趁他们不注意 我骑着车 一阵风势地冲回学校 把老师喊了过来 老师一来 刚刚还打得难舍难分的一群人 顿时一哄而散 临走前 笑爸狠狠地瞪了我一眼 你给我等着 我看着瘫倒在地 大口喘气的小胖蹲 向他伸出了手 起来吧 下次别跟人打架了 他正正地盯着我 不知是不是我的错觉 他原本暗淡的眼眸中 突然绽放了光亮 他先在衣服上 蹭了蹭脏兮兮的手 然后才小心翼翼地牵住了我 老师问他情况的时候 我听到了他的名字 四年级一般的沈玉舟 名字这么文艺 打起架来 却毫不含糊 见他伤得不轻 老师原本想送他回家 沈玉舟却把头摇成了波浪鼓 老师 求您别告诉我爸妈 好不好 刚才被打时一声不吭的少年 此刻却突然红了眼睛 无奈之下 老师只好让我帮忙送他回去 并且答应不会告诉他爸妈 前提是他以后不再跟人打架 沈玉舟这才松了口气 那时我还不会骑车载人 只好推着车和沈玉舟一起慢慢走 送他回去的路上 他一直在偷看我 神情欲言又止 扭捏了一会儿 他才小声地说了一句 谢谢 我耸了耸肩 我只是顺手解围而已了 下次你别去招惹他们了 他咬了咬唇 似乎有些不情愿 随后说出一句惊掉我下巴的话 我就喜欢和他们打架 小屁孩 瞎说什么呢 我哭笑不得 用手指点了点他的额头 他捂着额头 不服气地说 你又比我大多少 我六年级 你说呢 切 他撇撇嘴 我很快 也上六年级了 等你六年级的时候 我就上初中了 反正你大不过我 沈玉舟被我噎住 不甘心地哼了一声 十八没过多久 他又问 你叫什么名字 小弟弟 你叫我语焱姐姐就好了 我笑嘻嘻地伸手 捏了捏他的脸 正好 我缺个跑腿的弟弟 谁要叫你姐姐 沈玉舟末地脸红了 赶紧躲开了我的魔爪 到他玩的同时 不知不觉 我也把他送到了家 临走之前 沈玉舟却突然拽住了我的衣角 我回头看他 他一脸担忧地说 万一那群人来 找你麻烦怎么办 说实话我也怕 客人已经得罪完了 大不了被打一顿 我还没来得及回答 沈玉舟忽然说 我会保护你的 你 保护我 我好笑地盯着他 想知道他是不是认真的 但对上那双坚定的眼睛时 我却说不出话了 这个小屁孩 好像真没开玩笑 第二天 校爸果然想找机会弄我 在学校里的时候 他不敢太放肆 可以走出校门 我就被校爸的人包围了 校爸说过他不打女人 但他要我当面跟他道歉 并且承诺 以后别再多管闲事 但他话还没说完 一个空皮酒瓶 就朝着他的脑袋丢了过来 他连忙闪避 下一秒 我看到了沈玉舟 他发狠的样子 竟然有点帅 他望着我 眼神就像在说 看 都说了 我会保护你 这一架打得两败俱伤 校爸和沈玉舟 都挂了彩 最后 沈玉舟说 只要你不找他麻烦 我就认输 以后也不来找你打架了 校爸看看他 再看看我 吃笑了一声 什么也没说 就带着他的小弟们走了 看样子是停战了 我这才松了口气 又调侃他 你不是说 打架是你的爱好吗 怎么突然不想打了 沈玉舟的表情 忽然变得很尴尬 他一开目光 闷闷地说 我现在想培养一些新的爱好 我撇撇嘴 小屁孩的心思 还真难捉摸 这之后 校爸真的没再来找我麻烦 原以为我和沈玉舟的纠葛 也到此为止了 没想到之后整整一年 他都赖在我身边 他不再和人打架 开始变得积极耗学 甚至主动预习五六年级的课本 就为了找我问题目 他还是不肯叫我宇燕姐姐 但又找不到什么合适的称呼 因此 每次都用你来开头 他不知从哪儿打听到了我的生日 还扭扭捏捏地问 我想要什么礼物 最后送了我一整瓶 他亲手蝶的彩色星星 托他的福 我整个六年级 都没机会早恋 因为他会恐吓所有 想接近我的男生 甚至他班上的班主任 还亲自来找我谈话 夸我挽救了弟弟的人生 我诚惶诚恐地听着夸奖 一脸的受之有愧 余光瞥见沈玉舟 趴在办公室门边上 冲我眨巴着大眼睛 我这才发现 这小子竟然长着一双桃花眼 虽然他现在 还是个萌萌的小胖堆 没准哪天就逆袭了 十九凝玉把我抵到了墙边 我望着他 近乎完美地下河线 无意识地咽了下口水 见我一副紧张兮兮的模样 凝玉仰起唇角 一只手轻轻捧住了我的脸 咱俩这样 可不能让老师看到呢 是的 曾经教过我们俩的语文老师 刚刚恰巧路过 没想到他还在这所学校教书 看样子 他从校外回来 往教职宫宿舍走去了 就算看到了 也认不出你啊 我眨眨眼 你变化这么大 我都没认出来 凝玉把头靠在了我的耳边 他护出来的热气痒痒的 我想躲 却无路可逃 我只能庆幸 这里是监控的死角 燕燕 不想知道我后来去哪了吗 我漠然 小学毕业的那一天 我没能见到沈玉舟 原以为他一定会来参加我的毕业典礼 可是之后好几天 我都没有见到他 再次听到他的消息时 却发现他因为家庭原因转学了 我有些惆怅 因为他的不告而别 暑假后 我又去了他家一趟 却从邻居那儿得知 他们早已搬家 虽然难过了一阵子 但年少时的 我没心没肺 很快就把这件事抛之脑后 也慢慢淡忘了沈玉舟这个人 但初二那一年 我收到了来自沈玉舟的信件 寄信的地址来自英国 寄信日期 却是我小学刚毕业不久 也许是路程遥远的原因 我迟了整整两年 才收到了这封信 他没有详细说明 自己转学的原因 大概他那时也很混乱 他只是说 一个自称 是他亲生父亲的人 带他去了国外 他没有选择的权利 信上还絮絮叨叨说了很多 我记不太清了 可唯有一句话 我一直没能忘记 他用漂亮又潇洒的字迹写道 林宇燕 我喜欢你 我才不想做你的弟弟 我以为 那只是年少时 不懂情爱的戏言 却没想到 一直持续至今 二时燕燕 回国的那一天 你不知道我有多开心 可我还没高兴太久 就听到了个晴天霹雳 宁玉叹息了一声 我听说你要嫁给别人了 我本想放弃 只要你幸福就好 可没想到 世界这么小 你的未婚夫 竟然和我同父一母的姐姐 有瓜葛 你让我怎么放手 宁玉盯着我 眼神中 写满了爱而不得的疼痛 我被她看得心跳加速 险些抵挡不住她的攻势 都这么久了 你就没想过喜欢别人吗 我那那开口 宁玉却恨铁不成钢地 捏了捏我的脸 我要是喜欢上了别人 我还回来干嘛 又不是没人追我 我被她一噎 气得想推开她 她却一把抱紧了我 可是燕燕 我就是喜欢你啊 别人我都看不上 我就喜欢你这样的 从学校回来以后 我和宁玉之间的氛围 更微妙了 她连最后一点矜持 都不要了 每天跑来我家给我做饭 别说 她做的饭还挺香 做饭还不要紧 我也乐想启程 但她做完饭后 就赖着不肯走了 晚上非要抱着我睡 我的拒绝总是很无力 于是她便会笑盈盈地拥着我 温柔地在我耳边说 承认吧 你就是不想拒绝 她没再做过戒的事情 只是偶尔 在我即将睡着的时候 我感觉她在偷偷亲我 罢了 我已经睡着了 大人不计小人过 下班以后 她会牵着我的手去逛夜市 因为天气冷 她会先把围巾 一圈一圈 绕在我脖子上 生怕我着了凉 我忍不住瞪她一眼 你是要把我裹成粽子吗 她总是笑盈盈地说 是啊 把你包成粽子 然后煮熟了吃掉 甚至某一次在路上 我还遇到了宋之言 这段时间 我从未过问她的消息 见到她以后 有种她竟然还活在世上的感觉 看见我和宁玉出双入队 她的眼中流露出一抹痛色 可她刚靠近我几步 宁玉就把我护在了身后 你有事吗 宁玉甚至懒得称呼她宋先生 语气里充满了防备和敌意 这就是你的新欢 宋之言盯着宁玉 问的人却是我 不是新欢 我笑了笑 宋之言的脸色刚缓和了点 我就懒洋洋补充道 是比你还早的旧爱 话音刚落 宋之言脸色绿了 宁玉的嘴角翘得快要上天 把我的手握得更紧了 宋之言一怒之下 想来抓我的手腕 宁玉毫不犹豫地挥开了她 眼神冷若冰霜 离她远一点 你们早就分手了 与宋之言擦肩而过的时候 我发现 年少时对她的喜欢 已经荡然无存 我的心 竟然被身边 这个少年填满了 二十一开始 我也很忐忑 毕竟遭遇过宋之言的背叛 我很难再信任一段感情 宁玉大概也明白 所以她很有耐心 她用浓烈地足以融化我的爱意 一点点地抹去那些黑暗的记忆 和宋之言在一起时 我从来没有体会过这种感觉 虽然宋之言也会哄我 但和宁玉对比起来 只是一种掩饰过后的敷衍罢了 某天夜里 当宁玉再次准备抱着我入睡时 我忽然制止了她 她有些茫然地望着我 下一秒 我揪住她的衣领 仰头吻了上去 她立刻懂了我的意思 眼中似有烟花般炸开的狂喜 她一边吻我 一边附上我的身子 带我陷入了柔软唇白的世界 抵死缠绵的时候 我忽然想起了一句话 命运对你所有的亏欠 都会以另一种方式偿还 千帆过境后 我终于收到了一份 上天给我的礼物 那是这个世界上 最美好最热烈的爱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